主料,鱼树前500克,辅料,香油,盐,生抽20毫升,香醋10毫升,葱花,蒜板3个,面粉,辣油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新鲜鱼树前摘洗干净,沥干水分,取一个大盆放入少量的鱼树前,然后扫干面抓半身匀,放入铺蒸布的蒸锅中, 一层层浮好大火定制15分钟,蒸鱼树前的时候,准备好调料,取一个小碗加入葱花,蒜末,生抽,香醋,香油,盐,辣油拌均匀,蒸好的鱼树前取出后,拌上调料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鱼树前洗干净后,一定要把水分晾干,可提前洗净放在室外晾干,鱼树前上面的水分太多的话, 蒸出来的鱼树前口感不好,鱼树前拌上干面粉时,不要一次拌完,而是要分皮发面粉,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鱼树前都沾过上面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